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军队高职 如今这位身为副将的堂兄 恰巧押送一批货物 要去靖州某个边赛 正好路过这里 听说贾天龙这位亲近之人的野狼帮帮主的名头 自然要来看望一下他的这位堂弟 两个人一见面 自然一番感慨的问候 然后互相聊起了这些年经历的情况 当听贾天龙说起和七弦门最近发生的冲突厮杀的时候 对方拔嘴一撇 傲然的说 这算什么呀 只要给他摆一张连珠硬弩 他能把整个七弦门上上下下都杀了金光 说着无业 他听者有心啊 贾天龙心中一动 就试探着问这位堂兄 能否给他带来这一些硬弩了呢 对方听了微微一笑 结果就很坦白的告诉贾天龙 他运送的这批物资里啊 就有许多的连珠弩 倒不是不能给的 只是需要花一些银两来封住接手官的嘴就可以 而且不能给的太多 贾天龙文言大喜 当即换两万多两银子呀 从这位堂兄那里换来了三百多张连珠弩 交予了心腹手下小心的使用 这才有了这几天来的一连串胜利 破了 公婆了 一阵惊天动地的嘈嚷声 把这位贾大帮主从沉思中惊醒 他有些吃惊 忙抬起头来向山峰上看去 只见上面原来插着七悬门旗帜的哨卡 已经挤满了那些中小帮会的人 真的已经被攻破了 贾天龙照了一下眉头 他觉得有些奇怪 按照前面几道关卡的防守力度来看 这最后一道暗里说应该更加难攻才对呀 怎么这么一会儿就被这些杂牌军给拿下来了 难道有什么阴谋不成 他的神色阴沉了下来 凡是熟悉贾大帮主的人都知道 这是他心中不悦的表现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触弄了他 那么这个冒犯他的人 恐怕想死都很难了 哎 既然破了 为什么不走啊 一个如同破罗般的声音响了起来 话语中啊 没有对这位贾大帮主的丝毫尊敬之意 按理说呢 贾天龙应该勃然大怒 但此时这位贾帮主却侧过身来 很恭敬的回答道 张先生 我觉得这次破关破得有些太蹊跷了 恐怕有什么圈套设在里面 还是谨慎一点的好啊 怕什么 有我在你身边 就凭这些凡人也能伤得了你 快走快走 我都在这熬了快一晚上了 哎呦 都要困死了 早点解决掉七弦门的这些家伙 我老人家也好早点休息啊 这个声音啊 其实并不苍老 却摆出了一副老气横生的口气 听得非常的惹人厌啊 说话的这个人呢 就站在贾天龙的身旁 是一个三尺来高的侏儒 这侏儒有四十几岁的年纪 长得干瘦干瘦的 他身上套着一件金丝绣编的红袍 手指脖子上分别戴着金戒指和挂着粗粗的金链 腰间呢还记着几个金灵 张嘴说话间口中金光闪闪 看来香了金牙在里面 从外表上看 一副十足的爆发户的打扮 此刻他正一脸的不耐之色 显然啊 对贾天龙的瞻情顾后大为不满啊 这样一个长得如此猥琐 打扮得像个乡下土裁着一般的侏儒 竟然对贾天龙如此的不敬 让附近忠心耿耿的铁卫们不禁怒目 顿视此人 这个侏儒呢 也看出了这些铁卫的不满 但他黑黑冷笑一声 根本不予理睬 反而对贾天龙傲然说道 小狼主 你花了三千两的黄金 把本人从金光罐老远给请来 不会就这么干探一夜吧 有什么要我出手对付的人 现在就可以明说了 总不会让我对付的是七弦门的门主吧 这么弱的对手 你自己就可以解决了 还值得花重金请我出手 一个七弦门的门主 还不老先师出手 我请先师来对付的是 七弦门门主的三位师叔 这三个人呢 虽然对外早已宣称过世 但其实呢 却一直隐居在 骆日风的密室里 正做生死官 现在功力 恐怕早已进入化界 非普通的高手 可以抵挡啊 乃是七弦门 此时的最大仪仗 也只有请先师您出手对付了 这甲天龙说的谦卑 没有一点怠慢之意 要知道 这红袍诸如 可是他无意中 在临近蛮人地界的某一道观中认识的 此人呢 自称金光上人 法力无穷 并亲自给他掩饰了 飞剑之术和金刚不坏之功 他亲眼目睹过后 深深的被这两种法术的威力给震住了 知道啊 对方乃是传说中的修仙之流 心中呢 起了深骄之意 在知道这个人对金子有某种痴迷后 他立即在此人身上撒下了大把的巨金啊 并刻意奉称 终于打动了对方 得到了其出手帮助自己一次的承诺 因此 甲天龙对着诸如时刻 持以晚辈之礼 对其自大之色 不敢流露出丝毫厌恶之意 他可很清楚啊 这金光上人 可不是他这小小的野狼帮 能够对抗得了的 金光上人一听之后 哈哈一阵狂笑 等笑声止住之后 他才羞傲的说道 嘿嘿嘿嘿 几个俗人而已 就交给我吧 哪怕他们功力再高 武艺再强 也绝不是我非剑术的对手 你尽管放心 那就有劳先是你了 我答应的酬金也绝不食言 并且失诚之后 我情愿再出两千两黄金 当做酬礼 贾天龙大许 王把酬金的筹码呢 又加上去不少 他可知道 对方并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还是啊 用金子说话的好 金光上人听了之后 那橘子皮一样 干巴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满意的点点头 显然呢 对贾大帮主的识趣 很是赞赏啊 既然有了金光上人这位大能之人的保证 贾天龙也不再犹豫了 马上命令野狼帮的人也全都进入到落日风的风顶上 准备攻打七玄门的总堂七玄殿 因为涌入的人太多 所以贾天龙和他的铁卫们也是费了老大的劲才来到了十点前 贾帮主是第一次目睹死对头的总殿呢 还是被七玄殿的宏伟给吓了一跳 他现在觉得自己野狼帮的总坛和其一别呢 那简直就是一狗窝嘛 实在是惨不忍睹 只见在落日风顶的数十亩空地上 拔地而起了几座 由青色巨石修筑而成的石殿 一大六小 虽然在黑暗里 由于火把的昏暗而看不清他们的全貌 而那种黑乎乎的高大粗犷 宏伟壮丽的气势 还是把出到此地的这野狼帮和其他中小帮派的人给震慑住了 一时之间呢 竟然没有人马上开始进攻 而只是把这几座石殿团团的围住 围了个水泄不通 对方毕竟还是传承了二百余年的门派 其财力还是不是他这个才崛起十余年的帮派所能比的 真不是一般啊 真是奢侈豪华呀 贾天龙不禁暗暗想到 他已经拿定了主意 只要一灭了七玄门 他就马上把总坛搬到此地来 这样宏伟的建筑才能符合他一方霸主的身份呀 贾天龙看了看对面主店黑不隆东的入口处 又看了一下四周的属下 终于把右手缓缓地举了起来 刹那间呢 整座落日风上变得是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他的这只手掌上 他们都知道 只要这只手一开始落下 这场殲灭七玄门总堂的惨烈攻防战就要开始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且慢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从那黑黑的主店入口处传来了一声冰冷的声音 然后一阵啪啪啪有节奏的脚步声从里面传了出来 并且越来越清晰 最后一个白色衣衫的中年人出现在了入口处 此人头上插了一把木森 全身上下只快有一把白色剑鞘的长剑 脸色苍白无比 然而眼睛却熊熊有神 目光所到之处犹如利剑般直侧人心扉 令人不寒而栗 他在离开入口处树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缓缓打亮起围在自己前面的众人 脸上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终于啊 他的视线落在了贾天龙高高举起的右手上 然后目光又从手掌挪到了贾天龙的脸上 贾天龙 这名中年人叫出了贾大帮主的名字 王杰楚 贾天龙也毫不示弱的喊出了对方的身份 说起来 我们两个人身为一方之主 他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过 是不是啊 我的王大门主 贾天龙用一种非常假意的口气说着 嘴角呢挂起了一丝饥讽之色 然后把挤起的右手慢慢缩了回去 王爵楚好表情的回视着贾天龙 一言不发 气氛似乎开始紧张了起来 王门主 独自一人来此 难道是打算投降吗 不错 我是打算和你商量一下投降的事 七玄门门主王爵楚 犹如冰人般的冷冷回答道 哼 什么 你 你真打算投降 投降就是投降 不过 我们两方谁投降谁 那还不一定呢 王门主眼睛眯了一下 把手随意的搭在了剑柄之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贾天龙脸色沉了下来 他随后把手一挥 做了个包抄的手势 顿时 他身后的铁位 一下子涌了上来 以半圆形的队列 包围住了王爵楚 并同时呢 从背后取出了硬弩 把闪着清光的弩剑箭头 纷纷对准了此人 看来啊 只要贾天龙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乱弩齐发 把王爵楚呢 立即击毙在当场 你以为 本门把总堂搬到落日封后 就从来没有考虑过 有外敌入侵 而无法抵挡的事吗 王门主 对这些弩剑视若无睹 口中呢 觉得有几分威胁之意的阴森说道 听到这话 贾天龙心里微微一沉呢 脑袋里边有了一丝不祥的预兆 他没有打断对方的话语 只是继续阴沉着脸 想听听对方到底要说些什么 把本门迁徙到此地的 是第七代门主李门主 其人不但雄才大略 而且擅长土木极观之术 可称得上是一代奇才呀 说到这里 这王门主啊 稍稍停顿了一下 那脸上呢 显露出了几分钦佩之色 接着他又继续开口说 李门主选为落日封 作为本门总堂所在 其原因有二 一是此风 山势险恶 一手难攻 是绝佳的防守阵地 二是因为此风山腹之内 另有乾坤 乃是一个先天形成的 巨大石蠕洞 此洞其大无比 几乎占据了 此座落日封腹地的 三分之二大小 见此奇景 李门主便心生一气 他利用自己所惠的土木之术 结合石蠕洞的地势 把整座山峰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大陷阱 现在只要有人开动 事先设定好的机关 那么整座山峰就会立刻倒塌掉 把所有封上之人都埋葬在此 王门主说完这些话后 便闭口不言了 只是用冷冽的眼睛 像看死人一样 扫视着面前 黑压压的人群 甲天龙听完之后 愣住了 他自然不相信对方的这番言论 他一时之间 也不知 如何反驳对方的 威胁话语 而封上其他听清这些话的人 都不由自主的骚动了起来 他们低声议论着 有些机灵些的人呢 甚至开始往那唯一的下山之路 靠拢过去 准备一不对劲 就马上狂奔下山了 速静 乱动 驯华者 下午射 甲天龙很快恢复了冷静 见到自己这边的人 竟然真的仅凭对方的一面之词 就有一些混乱开来 心里不由的恼火起来 他知道 如果不马上制止的话 局面会立刻变得难以控制 便不加思索的 高声下达了肃杀令 甲天龙的命令 被他的亲信手下 很好地执行了下去 在一连斩杀了好几名胆小 并试图逃离死地的人后 其他的人呢 全都被震慑住了 骚动 平息了下来 不过 甲天龙心里很明白 这种平息 只不过是表面上 暂时的而已 如果他不能快点证实 对方所说的是谎言 那么不论是本帮的人 还是其他帮派的人 都不会安心地待在此地 恐怕一有个风吹草动 就都会跑之夭夭 你不会 锦平里的一张嘴 就让我们相信 你说的话吧 甲天龙 强压住心中的怒气 准备亲自揭穿 对方的诈语 当然不是 我有的是证据 让你们亲眼目睹一下 不过你们听好了 若是有人见到了我的证明后 准备逃离此地 或者继续进攻的话 我就会让人把机关全部打开 让我们所有人都同归于尽 王学楚的话里充满了杀鸡 威胁之意流露无遗啊 甲天龙呢 仔细观察着对方的表情 试图从对方脸上 找出一些破绽来 可惜对面之人 一直都是一副冷冰冰的脸孔 什么迹象也瞧不出来 更没有什么丝毫心虚的表现 这让他不禁也嘀咕起来 难道这对方所说的话 并不是蒙骗之言 还真有这么一个绝乎计吗 启动二号机关 王学楚突然回过头 对着主殿大声命令道 然后他把头扭向了一边 开始盯着某间较小的石殿 不再理睬贾天龙了 贾天龙见对方如此藐视自己 不禁大怒 他强忍着心中的怒气 暗自下了决心 只要对方的证据不能令自己满意 他就会立即下令 把这位王门主就地给射成一只人形刺猬 不过 王学楚紧盯着那座石殿的奇怪动作 也引起了野狼帮这边人的注意 他们情不自禁的把目光也聚集到了此处 想看看到底会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36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